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很多人說香港現在面臨文革2.0 究竟文革2.0是什麼例子呢 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讀 其中一個 特別的地方或者一個特徵叫做舉報 國安法熱線 開了不夠一年就已經有超過10萬宗的舉報 究竟有多少案是由這個 舉報裏面就立了和破了呢 有關方面就沒有公佈 但是政府官員對這個舉報似乎是非常熱衷的 林鄭在昨天見記者的時候 說到這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呼籲市民應該公開譴責暴力 不要再給一些所謂政府也都有責任 只有暴政 沒有暴力等等歪理 和謀論蒙 亦都呼籲家長老師要小心觀察身邊的 青年 的舉止和行為 作出勸誡 如果有發現青年人或者身邊的人正在做違法的行為 必須向執法部門 舉報 似乎他不單止說有條熱線 亦都是親身出來鼓勵 說 成年人發現身邊的青年人 有問題的話 就要向執法部門舉報 這個舉報呢 不單止是 成年人向青年人舉報 不一定要家長老師 就舉報他的子女學生 反過來都行 青年人舉報成年人都行 這個就是文革 是一個 普遍的很典型的情況 今天在中國大陸都出現 出現 那些老師是怎麼看呢 那些老師 部分的老師會這樣看 如果你的學生真的有問題 是不是下下就去報警下舉報呢 還是用一個所謂勸戒的方式 關心的方式 這個 就是維持親子關係和私生關係的方式 希望可以 去勸戒他 即使你認為那些行為 也是犯法的 勸戒他 然後去找出 為什麼去做這些事情的背後的原因 希望他停止 社工就說 怎麼看呢 如果真的有一個青少年的犯罪率 犯罪的情況上升的話 他們認為學校應該花多時間做教育 培養他們這個判別 是非的能力 除了說要拉去坐牢之外 拉去坐牢是一個最後的 last resort 是不是 告訴他們 他身邊的人 關心他 愛惜他 是不是 一些 動一些就說要去舉報他 拉他上警署 然後就判他長期的刑罰呢 那我就想一下 什麼社會才要鼓勵 即是爸爸媽媽 老師校長 去舉報他的子女 舉報他的學生 什麼社會才會這樣做 即是我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即是為什麼香港 即是我們的長官會 出來去叫人去 舉報 他的子女他的學生呢 說舉報 文化大革命就最鼓勵人家去舉報了 就 當年如果要數因為舉報 而坐牢 這個被槍斃 處死的人 多到不得了 都不知道多少本書才寫得了 父母子女 夫妻朋友 老師校長學生之間 互相舉報互相揭發 至最後就被判反革命 死刑也有坐牢也有 我們都說過就是 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一個紅衛兵叫做張鴻兵 和他爸爸一起舉報 一個叫方宗謀 他媽 方他不死了 直接在舉報書裡面就揭發了他 說在家 大家聊天的時候 爭吵起來的時候因為政見不同 媽媽就支持劉少奇 批評和日東對劉少奇的做法不對 對 那個丈夫和兒子就覺得 方宗謀就是他媽媽 這個說法就是 大逆不道 是現行反革命 於是就 寫了一個揭發 舉報書 舉報 方宗謀 這個反革命的言行 還在 報書裡面就說 他這個現行反革命 應該拿去槍斃 寫了下去 然後 據他的回憶 這位方宗謀的回憶 拿了這個 毛主席的像張 入了一個封信 塞下去這個 有關部門的門口 那裏 可能是留夜去做 人家已經是 回家了 下班 然後 很快這個方宗謀就被 這個當局拉了 而且很快就槍斃了 槍斃的過程裏面 全部人一起 圍著去看 張鴻冰 可能都在現場 有些人跟他說 他媽媽 四周圍去看 看看有沒有 他認識的人 可能他 看看 他兒子呀他老公呀 是不是在現場 幾十年過去 張鴻冰就覺得自己是親手殺了他媽 亦都是相當後悔 就 在發夢醒看到他媽媽 不過他媽媽從來不跟他說話 他每次夢醒的時候都 傷心 淚流滿面 覺得呢 要贖罪 那他贖罪的方法呢 就是希望他媽媽 這件反革命案可以得到平反 而且也都 希望向這個 他的願的有關部門批准 將他媽媽方宗謀的墓地 認定為民物 這個就是他的贖罪 這個方法贖罪這個過程 最後是不成功的 這是一個例子 這一個例子 也是看到這個 學生舉報老師 在2013年的時候 那時候中國的環境相對比較寬鬆 在一份比較開放的 比較 自由主義的雜誌叫做賢王春秋 現在已經停刊了 就是一個道歉啟示 這個道歉啟示 相當觸目 很少有關於文化大革命的 道歉啟示 就是一個 學生社 當然現在已經是一個老人 六十幾歲 那一圈是這麼說的 本人 劉伯勤 文革初 維山東省濟南 一中 初 二十四級 三班 學生 一中 即是 初二十四級三班學生 可能都是 就是 叫做初中 家住山東省 政協大院 有些家底 老爸可能是政協 時恩年幼無知 受人鼓劃 有個性餘環 善惡不變 參與批鬥學校 司長 不得則老師 李昌義主任 胡希和老師 朱林副校長等 參與 同班 張廉傳同學 韓桂英同學家中抄家 在宿舍院內對周智俊先生 宋文田先生 社大宗先生等家庭進行的騷擾 對他們 及其親屬造成極大傷害 垂腦之連 沉痛反思 須有文革大環境 協之恩 個人作惡之責 亦不可問 特向以上司長同學 先生以及其他受我傷害過的司長同學先生 並家屬 誠懇道歉 其樹前鑽 你聽得到 即是這個 道歉啟善 令到人很 心酸 第一就是這位當年的紅衛兵 反省了自己行為 他的道歉對象不只是 很多人說文化大革命 就是這樣說的 我當時受到大環境影響於是就做出這些行為 但他絕對是不會覺得自己有責任的 沒有 絕無僅有 即是你說有些高幹子弟出來道歉那些都是 一隻手數了 沒有幾個 沒有覺得自己有責任 亦都不會向受害者 點名就說我對你不住 我道歉 這個不是 中國人的習慣 好笑的 而且 公開 覺得自己做錯了事 而公開道歉的 更加 小之後少 絕無僅有 這一位 誰無知連的劉伯勤 這樣做 其實很難得 當年其實他 做過什麼呢 很普遍的 就是他剛才說 去學校抽鬥老師 他認為是不同政見的 他認為是反革命的 他在這個同學家裡去抄家 亦都 去進行騷擾 就是這樣 很多這樣的情況 這個文革 經常都說文革2.0 文革2.0 在 香港會發生 當然有些人都說 就是2019年 這個所謂黑暴的事件 就很典型是文革 表面是有些人這樣說 也有些 破壞的行動 有些放火 等等 但是現在的情況 更可怕 如果他一直鼓勵人去舉報的話 今天在中國大陸 亦都有 相同的情況出現 不過激烈程度就不是去抄家 去批鬥 去打死人 激烈程度不是這樣 激烈程度就是 我舉報了你 我匿名也好 實名也好舉報了你 因為我和你政見不同 於是你的活動 就要被迫取消 你這個人可能要 去 被有關的維穩部門 去約談去聊天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看得到在網上很容易查 有些學者 想舉辦一些 講座活動 例如 中國大陸被公認為冷戰專家 叫沈志華 想舉行一個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建立與終結 的一個講座 其實就是 在2020年去年的年底 想做一個講座 因為就被人舉報 於是 整個講座 要取消 要中斷 直播了一小時後就中斷了 後來 首都斯大世界史社媒帳號發表聲明說這次講座 因為惡意舉報 中途被迫轉移去騰訊的會議 嚴正譴責這種惡意舉報 嚴重干擾正常學術交流的行為 並保留一切追究的權力 這個帳號隨後就說 出於多方面考慮這個講座的視頻 暫時就不上架了 不單止 也有情況就是老師在課堂裡面講書 有些同學有些學生有些人說他們叫做職業學生 背後有任務在身上 就把老師的言論寫下或者錄了音 然後就向有關當局舉報 就說他違反了七不講 之類之類 令到那個老師就很麻煩 被約談 被警告 可能是連教職都不保 這個令到很多老師就戰戰兢兢 究竟在課堂那裏怎樣去 說然後才不會惹到麻煩呢 你說文革的這個幽靈 其實 沒有散到 幽民不散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用很激烈的方法 用人體 肉體消滅的方法 去面對不同的意見 動一點就說你反革命 在今天的中國大陸 就因為你不同的意見 他就舉報你 就令到你沒有了教職 被約談 分分鐘就可能會被檢控 在香港 現在就政府就鼓勵一些人 去舉報你認為有些什麼不法的行為 你就去舉報 究竟什麼叫不法行為呢 是說 是寫 或者是 大家聊天 喵煞的時候 衝口而出 還是什麼呢 如果真的我不知道 做老師的 做這個 爸爸媽媽的會不會那麼狠心 對於這個子女學生 講的言論 就會去 舉報 但是我會覺得 同學的朋友同事 上司下屬 可能會出現這個情況 因為關係不是那麼密切 如果是這樣的玩意 香港就會永無靈人 如果大家響應這種做法 那就是說文革2.0 文革2.0 不是就是口哭哭的 確確實實 真真正正 在發生 我暫時經歷到紀錄之前 我Patreon繼續支持我 心直口發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呢 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這個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 有些片 只是美國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 透過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集 又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 購買一些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 比較大的折扣 通過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是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了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 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 三個七毫一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家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